各位群民好 我是李洪宽 今天是正月初十 在一个群里 发现一些网友 在那讨论 南京大毒杀的事 中日战争 刘李老师在那 讲他搜集的一些 中日战争期间的一些 文物 还有一个叫恨牛顿的老兄 讲了一些 不同的观点 可能大陆的小粉红 听了不舒服的观点 我参加了几句 我是从张春茹自杀 这个角度 讲了几句 下面是 谈话录音 美国的这个女作家张春茹 他因为对这个南京大毒杀感兴趣 对这个话题 亲自跑到中国大陆 采访很多所谓的当事者 那么后来写出了一本 南京的强暴 就是The Rape of Nineteen 中文大概反正是叫南京大毒杀吧 影响很广 但是很快就遭到了 大量的学者的这个批驳 基本上把这个书给 批倒批臭了 可以说批得 体无完乎 他很快就意识到 他所谓的 接受他采访的老头老太太 什么 把他给忽悠了 很多老头老太太跟他说的那话呢 实际上是多年的这个记忆模糊 多年的宣传 就是一种混合物 等于他作为一个资深的记者 作家被忽悠了 他后悔难当 他最后自杀 年轻记者 没经验 他自杀呢 就说明啊 在这个海外这种 人文环境都是长大的人啊 心理上有他的这个保障环节 类似的事情在咱们中国大陆 我们的学者绝对不可能 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的学者天天撒谎 月月撒谎 年年撒谎 撒一辈子谎 当教授 只有当了博导 面不改色 心不跳 不可能发生这种心理崩溃的现象 自杀 不可能 但是张春如这个人呢 一开始是 他是有热心的 他是有激情 毕竟还是涉事不深的 不知道中国老头老太太那么阴险 把他给忽悠了 海外自由社会 这个你想立一个 立一个言论啊 是非常不容易 尤其这种重大的严肃的课题 会有人从各方面揭发你 南京大屠萨这个课题啊 实际上是立不住的 现在虽然说 也在南京建了博物馆啊 这个正大的 应该说在未来的某一天 将来如果真正实现了学术自由 经过后人的大量的研究 会证明南京大屠萨这个东西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我们中国人到那个时候会放弃这个说法 当然现在说这小粉红受不了啊 因为小粉红是在井底待的时间太久了 他习惯于接受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很爽 再加上中国政府呢 宣传啊强化 慢慢的就把它当成真理了 他只看那些对南京大屠萨 这个结论有利的证据 他不会去从太空 从另外的角度去 全方位去考察他 去找他毛病 所谓的这个南京大屠萨啊 他可不仅仅是数字上的造假 这个数字是完全进步入推销的 他这个 你要说他是大屠萨的话呢 那个大屠萨的主体 是应该是日军 那么日军的这个命令啊 这个应该找到他的原始档案 就像刘李老师是专门做这个 他明白 如果真有南京大屠萨的命令 屠萨平民 屠萨服务 这个命令应该能找到 这个命令不是不存在的 他日军还是想做文明之师 他不会去 他杀你平民什么呀 不是他的战争目的 这个 当然了 这个大屠萨的 这个客气 就是所谓被杀的这些人 他的身份 那也要准确的说明 这个也中国政府一直是 这个所谓南京大屠萨的这个 这些男人啊 被杀的男人啊 这大部分都是 应该说绝大多数吧 推测啊 应该是来不及逃走的国军 守城的这些 国军 那么国军的这个 唐僧志这个王八蛋呢 他这个 请了这个命 要誓死守南京 结果事实上 他自己先逃了 士兵逃不了 他不光不让逃 还把城门给关了 最后士兵把 强行把城门砸开 逃到了江边 还是来不及逃 也没有船呢 就被人家日本人追着杀 这是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 来不及出城的 就换上老百姓的衣服 躲在老百姓当中 也有人还可能还打个冷枪什么的 这个就是日军 就是要对付这么一个特殊情况 因为搞不清哪是军哪是民嘛 我话说呢 当时留在南京的老百姓已经不多了 老蒋其实应该枪毙这个唐僧志 那么后来 大家知道唐僧志没被枪毙 那么再后来 济南失守 日军来的时候济南失守 那么当时的那个韩富渠啊 他就聪明了 他干脆就不抵抗 就逃了吧 这个实际上就对了 这就避免的牺牲了 结果后来这个 他毕竟不是嫡系啊 就被老蒋招到哪里 招到郑州还是到哪里开会 那当场就枪毙了 就说 那韩富渠不服啊 不是当场 说他把在南京里面 丢南京的时候 你们 对不对啊 你们 你也没追究唐僧志的这个 什么 所以这老蒋啊 老蒋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 他确实不行 难怪他后边这个败给共产党啊 他也不是说一点原因也没有 他是指挥才能不行 他不会打仗 不会带兵 不是一个军事 我三十多年前在南京上学 那个八十年代吧 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南京大屠萨这个说法 从来没听说过 所以说这个南京大屠萨后来完全是中共 土共为了宣传这个丑日对日仇恨 这完全是丧心病狂的又重新炒作起来的 当然南京大屠萨这个说法 你要说一点根据也没有的话 他也是有一些根据的 这个说法有 但是不是一个很有力的说法 中共就拿来天有加醋的 就把它用来为现在的政治服务 这个是非常阴险的 因为现在的日本人他已经变了 他就好几代人下来了 现在的日本的制度也和当时不一样了 你现在跟现在的日本人讲南京大屠萨 那纯粹扯淡 那完全是愚昧 这是韩牛顿 最后他被告成法庭嘛 东京地区法院最后判的是 这个东四郎所接触的不是事实 要向这几个二战的退步劳林的 赔礼道歉 公开在报纸上赔礼道歉 然后呢 做出一定数额的赔偿 赔偿的金额并不大 但是这个案子的最后告解 这个意义是很大的 张春乐龙写的这本书啊 用英文出版的 希望在西方世界 引起大家对这场被放的大屠萨的记忆 实际完全没有必要 美国人对这场南京屠萨的 在东京法庭审判当中 他资料的收集 整个的过程 比中国人自己还要清楚 南京屠萨这个事儿本来就是西方人和日本人的事儿 中国只是一个配角 不要认为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 这是中国人的事情 实际是西方人和日本人之间的事情 做历史研究呢 除了研究这些具体的证据等等细节 这当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做历史研究呢 不能是做一个历史古玩的一种收藏 收藏爱好 有一些日记啊收集啊 战争期间的这些物品啊 这里都有很多内容 但是如果是收集它 那会是从文物完了吗 别要有一个大历史背景等等方面的一个认知 就是中日这场战争 是在什么背景下 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什么国际环境下发生的 这个视角起码是应该有的 我个人啊都想不起来 是90年代还是之后 什么时候开始 有南京大肚杀这个说法 甚嚣尘上 所谓的照片啊展览啊都出来了 我当时还真下了一番功夫 去找点原始资料看 我现在唯一能记住的 印象特别深刻的 关于那个南京被日军攻破 那场战役啊 特别深刻的就是一个船单 显然是日军攻城之前 先搞心理战 先从飞机往南京的上空 投放了大量的船单 那个船单现在 我看的时候都一读都是胆战心惊啊 基本上说要我投降要不就逃命吧 非常非常地那个有煽动性的那个船单 所以说日本呢 真正攻破城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 老百姓应该都逃得差不多了 是一个空城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南京屠杀呢 应该是已经上初中的时候了 是一本杂志 这本杂志叫琢磨掉 还是叫什么 写很多纪实文章 里面有写到南京大屠杀 非常不好意思 非常不好意思 我看这个的时候呢 可能因为初中时候了 青春期 有一种 冲动 而这种冲动 都是一种那种性的冲动 现在成年人回想起来 这是很正常的 甚至呢 我也为这个呢 感到有内疚 我呢 并没有丝毫为这个基督徒 骂人开脱的意思 我只是想说 基督徒和世人 罪性上是一模一样的 都需要出来拯救 这个 其实中国第一批 展出的这个 所谓的南京大屠杀的那些图片啊 后来都被证明 都不是南京的大屠杀的场景 是什么呢 那都不是中国人 是日本人 是在这个 三七年 夏天的时候 发生过一场 北京郊区的通州惨案 是中国的军队 杀了很多日本的侨民 强奸妇女 留出了很多照片 那个事情呢 在日本国内 媒体上曝光之后 引起巨大的 反华浪潮 就觉得中国的军队 都是一些畜生 这么野蛮 但是后来呢 为了宣传中国的这个 所谓南京大屠杀 日军暴行 就搞了很多那么 很多的这个 妇女裸体啊 被强奸的那些照片 当成中国人 当成南京大毒杀的 这个受害者 上面这个 汉牛队先生 讲到说 他那个时候 青春期看了之后 还有性冲动 这个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 那个其实 那些照片是假的 那个正好说明的是 前面 夏天 三七年的夏天 发生在北京郊区 通州惨案 中国军队虐杀 日本侨民的罪证 南京大屠杀事发生在 三七年的冬天 十二月份 一种自责 知道那时候 那种 这是爱国主义教育 这是国仇恨 这是民族仇恨 我看那个的时候 对那些描写 日本人怎么 施暴 那些暴力色情的那些 内容 我感到 有另外的一种 隐隐的一种兴奋 我感到很内疚 是很自责的 好像自己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样那种感觉 真有 这个也是差不多 在那个之前 确实没有南京屠杀的宣传 南京屠杀 从历史上来讲 当然是东京法庭 东京法庭 开始出现 这个讲法 东京法庭 给了美如珍 和等等 他们的 还有个作业 就是说 你们回去 要订日本战犯的罪行 你得搜集一下资料 我们不用看那些深奥的历史书记 有一部比较严肃的 有大陆牌的 东京大审判 英大珠雅的 白是 那电影白的还可以不错 那里面呢 涉及到 东京审判过程 然后搜集 以南京屠杀证据的这个过程 这个证据完全是在一个星期之间 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因为中尉法国的检察官 去到东京之后 对这种司法程序并不是听着 以认为这是 这是一个公审大会 这种形式 当然判断 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带下去 就完了 没想到 这美国人呢 它是有一套程序 那么要收集证据 他们感到非常被动 没有办法 所以他从东京坐飞机 飞回南京 这时候已经开庭了 也就是说在 东京法庭已经开庭的时候 中国这个 这个代表 这大官或者什么 没有任何关于南京大屠杀的 任何的证据数字 没有 这时候已经开庭了 已经回到南京 现招人 从科大学历史系毕业的 学生里 甚至有 这个法律系的 不是历史系的 法律系毕业的 都一定要懂得 教育法律的 或者怎么样的 来搜集这些 这时候他们收到这个两个日军在这 沙头比赛 这么一个宣传 他们认为 这沙头比赛背后 可能有更大的 头上 然后从这 弄出来一个 三十万的数字 然后呢 一个星期之间 要坐飞机飞回东京 及时提交了 那个证据 这是历史上 但是后来确实一直再也没有提过 尤其改革开放 刚开始那时候 跟日本关系好的时候 也不提 呃 本是在那个 中国的 呃 亲日的 呃 一些 中调的政治人物 呃 非常凑效 这些亲日的人呢 呃 也是对时候 改革开放时期呢 指责他们搞精神污染那帮人 呃 甚至胡耀邦 很多人指责上是亲日的 呃 在这个之后呢 慢慢的 呃 提的越来越多了 呃 但是我和说 刚才看那篇报告文学 南京屠杀 那确实是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八十年代初的 不是八十年代末 或九十年代 呃 但是那时候即便有这篇文章呢 大规模的相传还没有 文章 我到今天呢 我不愿意看南京屠杀的 任何有关的电影 不愿意看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只要一看 我就会感到那种自责 那种惭愧 觉得自己不是什么好东西 因为我看这个时候 我就不由自主的 我会有一种莫名的罪恶的一种兴奋 看日本人家见父女的场面等等 呃 可能对就是这些电影导演们的 抓住的一个观众心理 呃 呃 提高办法的一个办法 甚至可以说 是在中国拍三级片的唯一一个合法手段 土共变得的 你又得 他是太太讲土共了 是啊 这种 故事 对人类怎么造成这么大影响呢 只有美国人看得出来 对不起 这个土共没这么大本事啊 呃 我刚才说了 整个南京屠杀本来就是 西方人 美国人 和日本人的事 中国在这里只是个配角 呃 国民政府 呃 这个从美国人那儿继承了这个故事 后来又继续继承下来 出于政治目的 这是个利用 原创 呃 呃 是谁 还是很自然的 不说的 所以我说啊 呃 当初我也好 谁也好 呃 这些人要在西方国家促使立法 制定大川纪念的既日 或者是怎么样 这完全是不必要的 多余的 浪费感情的 呃 西方人对这个比你要清楚 拉背是什么身份 呃 等等国际北洋会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呃 还是涉及到 当时中国人之间这场战争的大背景 呃 这和东京法庭实际是纽伦堡审判的一个简化版 啊 我们今天谈不涉及犹太这个屠杀的很多问号啊 啊 这个问题的确是另外的的 说这个东京审判 啊 这个东京审判的 是纽伦堡审判的 呃 不太方便 为什么呢 因为中日之间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宣战 一直到41年底 珍珠港之后 42年才宣战 啊 那么这个 自然没有这个呢 就没有战俘问题 那么对于日本的战争罪行的定罪呢 从西方来讲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呃 对澳大利亚这些战俘 美军战俘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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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虐杀 呃 战争罪行 那么对中国呢 开始啊 美国人建议的是这个 呃 把张作霖侧侧杀事件的 定为一个战争罪行 这个 黄孤 黄孤屯爆炸案 作为中日之间战争的真正的开始 所以关于中日战争的开始 有各种说法 八年抗战 十四年抗战 这是比较多的 还有呢 在东京法庭提过这个黄孤屯开战论 黄孤屯 因为一个国家的元首 张作霖那时候最高北洋政府 合法政府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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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最高这个国家统帅的 你刺杀他就是战争行为 像一战一样的刺杀行为 挑起战争了 但是苏联人呢 坚决反对这个 苏联人坚决反对 很多人是想淡化黄孤屯事件的 所以他是反对的 那么没有 我个人的观点来讲 我觉得中日战争 开战 也不能说是 珍珍珍珠港之后正式宣战才要开战 因为在那之前连几个大会战都已经发生过了 首都都被占领了 那么应该是呢 中日战争全面开战时 1937年8月13号 8月13号是中日战争开战的日子 都是七级路口桥 这里有一个月的差距 这一个月很重要 路口桥事件到八一山全面开战之间 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通州事件 通州事件和南京屠杀有非常重要的联系 有很多的照片 是通州事件的照片 通州事件 很多日本侨民被屠杀的 这个事情 那么 是这样的 说这个 这个 中京法庭 他要做的一个事情 包括法庭开庭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什么 研究历史也不能说纯粹 你想摆脱政治也不可能 历史政治交织在一起的 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你怎么能隔离开来看呢 东京法庭就是要证明 盟军 在这场战争当中的正义性和纽伦堡法庭的审判的目的是一样的 前的战争呢 没有正义和邪恶 在欧洲人的概念里 战争甚至和爱国主义都没有联系 拿破仑最早把这种爱国主义的东西引入到战争里头 那么在那个之后慢慢的战争变成一种精神的 不再是一种帝国的扩张财富的和土地的瓜分 那时候士兵打仗就为了赚银子 或者是说就为了攻城掠地之后进去一通墙 对于当兵的来讲 踢脑袋打仗就是为这个 但是后来呢 慢慢的有变化 美国人是个原创 用战争法庭审判的方式来确定的是什么 一个战争所谓的正义性这么一个概念 美国的东京法庭 我们不说纽约报法庭 就是为了证明太平洋战争的正义性 是这个政治目的 据此 这种对平民的屠杀 对战俘的虐杀 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这是非常简单的 这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是五年前的一个节目啊 五年前在微信群聊天群里面讨论的这些问题 结果是五年一过 这一代年轻人的思想境界反而更降低了 因为五年前大家还讲点真话 还讲一讲这个东京大审判 代表中华民国的这个法官 这个梅汝奥 梅汝奥这个大法官这老兄也怪得很啊 后来居然决定留在大陆 跟共产党玩 笑死人 文革当中给弄死了 云语吴三说 我上学时九十年代初 大学时校长负责制 各级党支书 名存实亡 现在又反过来了 学术又政治挂帅了 历史倒退了 你要说这个党支部书记和党委书记 名存实亡 这个是我不同意啊 他们从来没有名存实亡 后来他们更确立了 我大概二十年前就注意到 接待一些从国内来的教育代表团 有些党委书记 看了名片拿了一个卧槽 当时英文写着CEO 所以在现在中国的大学 党委书记相当于CEO 校长相当于president 校长是干活的 老板是党委书记 这个关系从来没乱过 共产党从来没有放 没有放出来过 没有放 把这个权力也放掉 翻社说上期节目很精彩 推翻了普通知识分子 多年来的固售成见 哎呀 中国的绝大多数的普通知识分子 也是不敢思考问题的 有的呢 心里有数 私下场合说的话呢 尺度大一些 正式场合绝对不敢讲 现在都弄着个马甲 都匿名 中国的言论尺度 现在确实在不断的收紧 所以像就出来这些小孩啊 像董迅这样的这个傻小子啊 哎呦 他爹妈给他 辛辛苦苦 弄了钱上个大学 结果他妈 碰到一个好老师 讲点真话 他还不 他还去举报人家 就这个很荒谬了 那就没法说了 现在都 冯范斯特说 我个人觉得90年代之后 得怎么被洗脑这么彻底 宋公益这样的老师 在我们90年前后课堂上并不少见 也没人举报 举报在我们一代 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里都是很卑鄙的 是 当然了 你同学举报老师 不管怎么说 在文革之后 这个是你们不允许的 那你可以大学讲堂是相对来讲比较自由的 你有意见可以提吧 像我的话 我是从来都是鼓励 来来来来 尖锐问题 提尖锐问题啊 因为这时间有限 你扯一些皮 讲一些正确的废话 你在那读百度 这个都浪费大家时间吧 你经过思考自己有疑惑 很好 自己有疑问 很好 问一个尖锐问题 那老师都喜欢这样的学生 当然了 是有实力的老师啊 也有一些老师他没有实力 你问一个尖锐问题 把他卡壳了 打不上来 脸皮子又特别薄 下不了台 那他当然恨你吧 像我们这样的 像我们这肚子里这桶水比较大 一般来讲 不至于被学生问卡壳 卡壳也很正常 老师 老师被学生问倒 老师有的是办法去解套 你这个同学怎么 你怎么把下一堂课的 那个提前问了 咱们这堂课还问不到那么深 回来了吗 再换一个 老师当然有的是办法 一般来讲 绝大多数老师都喜欢 学生问的问题呢 真正说 第一问到点上别离题 第二 确实有一定深度 值得老师给你们展开来讲一讲 但是现在这个环境 那可就完了 所以国内这些家长啊 别在国内上大学了 有条件的 直接出来读中学吧 直接出来读大学吧 别花那个冤枉钱 我过去的好多年 我就在我自己的亲戚当中 就宣传这个观点 别在国内读大学了 想办法出国 直接从外国来 直接读本科 这个牛顿先生啊 他讲了一个观点 其实值得大家思考 他就说呀 所谓这个南京大屠杀 那这个导致30万人受难 这个这个数字呢 是肯定是靠不靠谱 也就是当时美国人希望 做出这么个结果了 要证明日本在太平洋这儿 犯下了战争的罪恶 战争的罪恶都是非常具体的 一般的战争不能用 不能乱套这个战争犯罪这个概念啊 主要是屠杀平民 损坏财产 把一个城市烧掉啊 这个然后虐待俘虏啊 就包括俘虏啊 这个不给饭吃 饿死 最后饿死皮包骨头 没有战斗力 这个我最近研究这个 这个长平之战 以及项羽 这个屠杀20万投降的秦军 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这一俘虏称我的脱累 我那个过去运输 运输的粮草很麻烦的 我自己20万兵 我这还得照顾你20万俘虏 这很麻烦 我哪有这么多粮食让你吃啊 干脆杀了吃肉 有的是杀了吃肉 有的是挖个坑给他埋了 有的是 有的是反正就是给你弄死你 其实更好的一个办法就是解散 遣散 送你10块钱 自己回家去吧 项羽撒那20万的时候呢 他是迫不得已 为什么啊 因为他正在去这个赶往咸阳的路上 马上到了这个 就到了这个 今天的河南省三门峡 快到三门峡了 在那个地方就发现 士兵有躁动 为什么呢 有躁动 为什么 秦军啊 他们越朝着咸阳的方向去 就有一种回故乡的感觉 哎呀 跟老婆孩子 跟老爹老娘都分离这么多年了 就当了俘虏 终于保条命回了 那个又高兴又激动 这下让项羽警觉了 这下我说 这下随着我到了咸阳之后 回到他的老家 我成外来侵略者了 他造反怎么办 那这个项羽是心和手了 所以项羽把这20万给杀了 是不是全杀了 不好说 反正杀了很多 这是个重要事件 史书上有记载 所以这个日军在南京屠杀30万 不太可能 就是哪一场战争 不死好几万人啊 有人统计过上海 就是813上海和日本在 国军和日军在上海打仗 死了多少人 破坏多少财产 难道赵羽也很惨啊 为什么不整出一个上海大屠杀啊 有没有平民被无故炸死 当然有吧 人数也不少 上海是个更大的一个都市 那就是是有政治目的在里边 本来呢 按照这个牛顿先生的观点呢 本来这是美国人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 这是政治上一个小手腕吧 就是通过法庭审判来证明你日本人 日本鬼子 军国主义者 犯下了战争的罪恶 清算你啊 通过法庭的形式 来证明你确实犯罪 中国人是没有准备的 那中国 甭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他没这个习惯 干你整那费那进 这是人家这个姓梅的这个法官 接了一个任务 是回国赶快找点材料 就匆匆忙忙的把这30万数字给凑起来了 那法庭接受了 接受这个说法 法庭接受是真理吗 是真相吗 你自己拍拍你脑袋 想想这个真相哪来的 有事实依据吗 他肯定没有吧 1937年的时候 实际上中华民国和日本没有宣战 处于不宣而战的状态 是老蒋 他也自己的精锐 嫡系部队主动挑衅 那惹起了在上海的这场战斗 英语叫做Battle of Shanghai 因为上海在历史上 没有打这么大规模的战争 现代化的战争 老蒋在那挑起了这场 上海之战 那最后败掉了 惹了个大把饭 把日本鬼子给引进来了 引到首都 老蒋也知道首都是守不住的 所以老蒋提前就跑了 而且撤了 一直胭着长江往上游走 一直逃吧 逃到重庆去 这历史都不能细究啊 细究的话 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都不好看 那现在到了习近平这儿 可能是昏了头了 就是强行的硬性的 给这些下一代年轻人 塞这些东西 行咱们先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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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